老北京地道战第五集 老北京帝国 大家好 我叫网络老北京人 我是一个晚清的余孽 晚清末年杰出屌丝 那天我跟往常一样 在地道战里挖地浪 无意间遇到了安德海公公 他给了我一套网络老北京人的衣服 跟我一起当老北京人吧 年轻人 从那以后 我就踏上了老北京人的不归路 无论吃什么都要说 那就一个地道 您太冷着 那就一个地道 老北京人一睁眼睡醒了 那就一个地道 您太冷着 老北京人一睁眼先得做足疗捏脚 那就一个地道 您太冷着 老北京人一睁眼先得胃口菜 那就一个地道 您太冷着 老北京人一睁眼就得上他这厕所 那就一个地道 这厕所上的 那真是路易斯的妹妹 那就一个地道 都意思 那就一个地道 您猜怎么着 我老婆怀孕了 那就一个地道 那孩子他不是我的 那就一个地道 从此牛羊猴建立老北京帝国 分别是魏牛帝 蜀猴帝 和吴阳帝